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行動以來各大派或遭屠戮或遭鎖邊 景村正派如今歸於景衣衛指揮 勢力劃分以四大局敵定 三方彼此都在等待漁翁得利的機會 而由神秘饒者率領的天衣城 溢在背後虎視眈眈 此刻掌握天衣城位置的言單身 決意先下手為強 好 那我們 景衣襲擊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 那我們現在 鬼動訓練 好 這個我們之後再看 那我們直接進那個 最後一關 大哥 我等派去駐見山莊的探子已回來了 情況如何 正如大哥所料 駐見山莊早已被正派和超廷拉樓 超廷已派了重兵駐守 現在想和他們談結盟是不太可能的 嗯 駐見山莊 這下兵器之力可就是超廷戰的上風 嗯 有助見山莊走超廷的護盾 這仗怕是不會好打 好龐 您那頭的獨龍教如何 是 請南庭教主進殿 通報之後在幫眾第一身進屋中 一名龍鵝多次的喵組少人 步入了殿種 龍家 這獨龍教南庭 嘿 你便是封都元幫主吧 長得確實很像你們漢人拜的岩頭王呢 南庭 漢人講究理解 我也讓幫主對你有不規矩的誤會 我是稱他長得像耶諾王 這也不 這也不好嗎 好不好 這位姑娘 真的是獨龍教教主嗎 招老頭和小姑娘 苗族 可真奇葩 嗯 南庭姑娘這蠻可忍 我想幫主肯定是不會在意的 哎呀這位大哥在稱讚奴家嗎 謝謝你呀 南庭年紀是輕了一點 可惜是獨龍教教主 只是教主他少有漢人來往 不知道怎麼說話 冒犯幫主之處 阿榜先帶他道歉 南庭姑娘 是讓你不高興的 奴家也合聲聲對不起他 啊啊啊 無妨 這贊免耶諾便收小 只是想不到南庭教主聯機的情形 便身負領導益主的重責大任 岩某也是相當佩服 嗯 阿榜都和儒家說過 岩幫主這般好心 要幫我們抵禦天龍教 我們獨龍教自然也要出一份力啦 除了天龍教之外 還有那些常常壓榨我們苗仁 的漢人草體 等到幫主一到殺了這漢人皇帝 自己坐上皇帝圍子 我們苗仁也會有好日子過 是呢 儒家聽阿榜說岩幫主帶苗仁好 他決定幫忙的 希望岩幫主不像其他 壞心腸和那幫騙儒家 儒家可真的很傷心的 這是當哪 岩某必定不會忘了各位相助之恩 聽到岩幫主這麼說 儒家可就放心了 這小姑娘雖然笑嘻嘻的 可是一瞄一瞟 我不是在暗中觀察的掌門 看來為了他的主人 他也 也不是隨隨便便 將新的放在掌門身上 無禁各大壞 皆以塵埃落定 每次天龍教委和超廷 現在控制哪些區域 是 據各地探紙回報 天龍教自己黏制關外入侵 攻擊了不少門派 其中玄劍商莊 和門派 點山派 上門派 有利昌桶親自摔中擊破 因此不祥 找到滅門 僥幸逃脫的地址已由少林 武當等派 說了 哦 玄劍商莊 額美 額美竟然被滅 點山 點山被滅 前傳有講到 可是額美 有這個可能嗎 這上派戰力 皆不是異語之北 想不到如此 簡單便找到滅門 如今西北川鼠一代 除了我等丟下的寧心勢力之外 大幻皆也在天龍教的控制之下 至於長江以北的中原各派 目前接受少林武當等政派 以及超廷紀英會統領 洛陽、杭州、成都等大城 也依舊處於超廷控制之下 嗯 那麼我所控制的地區 就是江浙、敏厄兩廣沿海了 是 就目前來看 三方都還算是勢均力敵的狀態 弄人設法將超廷的阻力 集中在對付天龍教 帶著兩方精疲力血 我等在城區而入 如此擔憂取勝之急 只怕天龍教和超廷也是這種打算 咱們只要注意的 還不只是那天龍教和超廷 妹子 可以有天靈一層的消息 是 大哥 我真想和你說此事 孟姆從身上掏出了一卷圖紙 上頭會有三川陵墓 以及極其複雜的路線圖 這 這是 發了發了 孟姆是長寶圖 你們兩分 點點孟姑娘怎麼說 這張圖 卷上標註的 是天一層大圍移 碧血功的守在位置和進入方法 碧血功 妹子 你是如何拿到這張圖的 是將天雄的公子江瑜 親自來訪交給我的 你說江瑜 別讓他逃過超廷的追氣嘛 是 當時他擔心拜會大哥會太過操勇 因此只私下找上了我 而我亦擔心這圖紙真為蠢 於是先派探紙暗圖偵查 確認無誤後才回報給各位之下 嗯 妹子 你做得很好 不過江瑜手上有如何這圖紙 據他所言 江瑜雄這幾年 一察覺有股勢力 隱身於江湖之中 暗地製造各派聲音的衝突 最終 同我們一般 發洩天一層的陰謀 而這個圖紙 就是他動演以前 跟蹤天一殺手 試圖找出其長生之處 最終匯出的路線圖 江公子觀念江瑜雄之時 亦與天一層有關 他鼓掌難民 大仇難報 因此只能將希望 寄出在咱們的身上 做咱們一臂之力 想不到 河洛江浦有如此 此等人 竟然他不禁動天一層的情況 想像路線探查的 如此相景 他們擺了這天一層的人 哦 這地方不是中南山嗎 嗯 想不到這山裡 還有如此龐大複雜的地道和機關 大哥 我想這裡 想不到一隻 百年以前那處 著名的活死人物 哼 怪物的 傳聞活死人物 內部機關遍布 甚是隱秘 如今古墓一拍 笑聲匿跡 天一層會選擇 此地作為大本營 也就不足為奇 幫主 怎麼怎麼做 就這麼打進去嗎 那老妖怪自從阿比島 給咱們逼退之後 並歸鎖不出 八層殺 天一層左臂 右旁的給咱們卸了 還在重新盤算下一步 該如何行動 不盡他還不知 我們掌握他 畢邪共所在 正是一舉將之 殲滅的機會 老大 這可不慘 咱們一旦有所行動 給超級的天文將知道了 怕不是會硬有上 將咱們一網打進 那麼 只要不讓他們發覺就行了吧 妹子 妹子 你有主意嗎 不是咱們有伴奏 一般鬼仲 只帶少數精銳行動 被那邊一察覺 不錯 目道狹窄 人弱也是無用 為防萬一 一不可顧背下後塵 當傳令各派同盟 讓他們嚴陣以待 隨時相遠 嗯 咱們解決天一層 盡也就對付兩方人馬了 咦 我家知道了 我家這邊也會做好準備 喔所以說這一關不是最後一關喔 嗯 天一層 那咬到來 老妖怪累積的這些英國夜暴 這時候好好省一層 喔 所以這邊是火死人物 前裝好像沒有提到 全上全上了 哇這個 哇這個 啊清晨地址快給我出來啊 沒了嗎 沒了嗎 應該還有來這裡 一堆清晨地址這樣 來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真的是稀客 有人奪你 你是如何找到這來了 嗯 老妖怪 躲在這死人墳墓裡 果然是挺適合你的 老子管你是不是半年前的魔頭 如今 被人家除了你的禍害 欸老骨頭更早再快 也是會閃的 乖乖臨死吧 你們天一船的一謀鬼系 都已經沒有意義 我們會在這裡在天一船 永遠抹除 何等殺手 何等殘迷稀巧 草菅的命 患徒徒操弄各派 引發浩劫 時時慶祖然蘇 何等作業 唯有一個死字 能夠俗清 嘿嘿嘿 弟弟 要是幫助我能活著這老妖 咱們 念個什麼先懲罰他 嘿嘿嘿 哥哥 牛頭老兒 那你們多少毒 弄了 毒盆 給他試試 哼哼 你兄弟養下多少毒蟲 阿凡這有的是 設計給那些毒物 這小死之後 再扇子乾 那 可是能做成一位 好藥材啊 疫情不知天到地好的團土 這人族會將你們 玩弄以鼓掌之招 那你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畢邪功 輕鬆就被野母突破 已是無路可退 還說了這些大話嗎 嘻哼 嘻哼 突破 嘻 是本座 讓你們進來的 尊如尊如手料 盤隆那家 還好正把 藏門的情報 攻出去 藥怪 都怪鐵面不靠譜 既然沒長爛 長草出根 那隻小老鼠溜掉 說好要支援掌門的景音 也沒出現 那小子 究竟在幹什麼 哼 九陰真金 就快大手了一顆 竟然要我回來幫忙 本來天龍家那頭 我處理得好好的 卻沒想到你們這頭 出了那麼大亂子 真是的 嗯 今天我們叫納頭 分明也是我在處理 別一部件功勞 都染在自己身上的樣子 可惡 原來是個圈套嗎 江魚那小子 竟敢騙我們 不 是我失算 看來他們早就知道 江魚會找上我們 他知道江天雄的動機 想必也是因為得知 江家手上 為我添一層的情報 任務上是五五波 幫助 烏敦 該如何應對 新來的傢伙交給你們 老妖怪和父母 就有煙魔 和夢寐之對付 真命 是時候讓讓叛徒受他制裁的 可悲落下了 忙了你的 別唱我的話 臭水色 是那樣個死寒毒的超死的 阿爾房上回的仇 這次可要好好報上一報 殺手 失陰 寒 還有個從惡人骨來的新產 嗯 都登記在岸的法外執土 本官今日正好將何等 的盡神之余法 法王虧虧 殊而不漏 那你人頭 換我王好 嗯 來啊 岩羅王 讓本座瞧瞧你的本事 有何掌進 嗯 老妖怪 你所累積的這些罪業 就有岩魔的刀 好好斷上一斷 陪我殺 好 好 來吧 這邊就不用廢話 直接 直接跟他們打了 這麼多清晨派你們 弟子 應該跟我作對 對 我不喜歡殺人 殺人多沒有意思 但我殺人 掙扎的表情 天小的那有多快樂 如果 人將金絲練成了 白 跟殺龍貪魂 又不再挖下了 哈哈哈哈 這樣 現在我們岩羅成員都是非常強的 幾乎可以一起 幹掉一些 小boss是沒問題的 這次換我一個兩個 大體 恐懼之後他們應該是無法動作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可以趁機趕快 打他們 阿龐鐵插鐵刺 封死了歐陽孝各處退路 跟著一場拍出 歐陽孝不甘失落 全身運氣大勝 航幅神掌拍出 歐陽孝掌到中途 卻將阿龐手掌一側 袖中飛出 條射茶幫打的毒蛇 迅速藏上了歐陽孝手腕 瞄準的血管 揪住 揪準的血管 張嘴便是一咬 歐陽孝又有驚又有怒 左爪一抓將那毒蛇死成兩半 但右臂山處 早已迅速種成紫黑蛇 呃臭老頭 你 嘿嘿 你手掌忍得緊 你以為阿龐還會像上次一樣很硬碰硬嗎 呃 我的手 我的身體動不了 你 小燕腐放心吧 這 霓虹殘眠毒發快速 痛苦很快就會結束 等到你死後 阿龐就將你身上的韓服膽取出 這珍貴的藥可不能浪費 呃 呃 出現了九鷹 原而沒地死 偷竊而沒周 施主的九鷹真心長兵 叛逃出門 內得一身陰毒武功 實體比較單臉的周子肉 很沒操控之下 然後 在前傳呢 九鷹是被那個誰暗算 王爺暗算 死掉 我殺 故我在 在 這隻變態 快 那我們 公孫無箭 玩錯了 那我們 李 按上門釘了 好我們先用霸體 霸體的招式 先免疫霸體 可是我剛好像沒得到霸體耶 完蛋了 哇賽 沒有中 好 比較危險的是 羅薩拉 對 尼湯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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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立個失敗 今天我獻給紅菜 點穴 嗯 我怕你輕的沒人繼續擋在那邊會死掉 我靠腰 他進來了 哈哈哈哈 我怕你一直以為我能夠 爺爺殺死你們之後 也會將你們通通練起來 令你們永遂不留 打不到他 清晨沒人幹他我也被幹死 嗯 孩子 哼 跨離如堅破在背心掀開 是光 也是錯 是光 我只想做光 的衝突 我只想 我只想 我天下無敵 正常你的失敗 正常我 天下無敵 空氣 嗯 嗯 哦,可以打中了哦 嗚啊,死去 欸,伯母竟然沒有那個 怎麼樣 怎麼樣把他殺死的那個 對 不是必中嗎?奇怪 爺爺殺死你們之後 也都會將你們 通通練起室 令你們 永遂不留 哈哈哈哈哈哈 噗 判斷無奇的蘆蕙巨筆 有蘆蜂捲長雲證斷的無數跟 懷醫師所設下的幹線 而縱使金絲給了懷醫師練成 銅皮鐵膚碰上的金剛所鑄成的蘆蕙巨筆 依舊是給雜德之類破碎 身所益處 爆天天悟 真是爆天天悟 也有畫多少日念出的金絲 你竟這麼不知真學他們毀了 嗯,糟糕死亭 對死者乃是大不敬 我封入鏡子便要再了解 便要了解你的性命 告別這些死者 在天之裡 可唷,別過來 噁 沒的時候掩護判官輕而易舉 逼近了手無寸鐵的懷醫師 先是下盤一早 喀拉一聲 斷了他的雙腿骨 令他方倒在地 跟著舉比一劈 懷醫師頭骨碎裂 燈死必命 OK 狂風咒語 打不中,很好 我只能走一格 我只能走一格 先修個鞋好了 哇,清晨蝶子 你死啊 你死啊 沒關係 我有阿虹 NICE 清晨地質的缺點就是 血太少 雖然霸體五千 可是霸體要三回合 也是有 霸體的招式要三回合 也是有 也是有極限的 我怎麼 黑白五場的攻擊力 變好高 打一般的小 小Boss 所以我已經三四千了 三星兩個 缺點 我覺得他們缺點就是 沒什麼攻擊力 沒什麼行動力 講錯 要過了啊 躲掉 哇 很會躲 黑白五場 一勾一化 左右合擊 九陰雙爪隨著靈力 但兄弟兩一攻一手 合作五間 九陰不但能 站到 四號上風 更給那勾手 行牽瀑布 逼腿 可可惡 可可可惡 兩個專層人 弄鬼的小丑 這樣能把我逼到這種境地 這爪子還是 李李 怎麼卸的他 就來了哥哥 斷手 黑白五場 喬蠢破綻 行牽點出 九陰蛋絕 肩窩一通 雙臂雙馬 白五場 鎖蓮飛出 九陰使覺 手腕 巨疼 蛋看掀血淋漓 兩隻手掌 竟給白五場的一對鎖蓮 卸了下來 呃 你 你啊 斷手已了 弟弟 下一個呢 嘿嘿嘿 消手 哈哈 來啦 不 慢著啊 哈 章馬鮮血的屬靈 無形揮過 九陰的性命 就此消失 換個雅心坦 想走 砍了你的雙腳 你還走不走得了 走不走得了 走 嗯 就快走不了了 哼 哼 哼 再來啊 痛快痛快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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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讓我見到更多的鮮血 心坦一敵兒 身上早也都是掛材 那個表情卻是越發猙獰 一手天長刀法更是劍驅很辣 絲毫不將自成安慰放在心上 出手全是進攻招式 躺下 塔瑪特給老子安分點 呃呃 敖管的身子一滴 避開了一面一刀 跟著雙手撐地 一腿翻將倒卡 踢中了心坦下牌 定期重心不穩 摔倒在地 無殺 劍機不可適 雅腳槍盡力於序 當空投出 有如天降流星般 撤入了心坦胸口 誰說沒有槍頭 捅無盡啊 啊 啊啊啊 我感覺到了 這痛楚 我感覺到了 哈哈哈 心腸笑聲逐漸斜停 凹廣多殺 望著冰人的屍體 巨士鬆了一口氣 惡人骨 果然都是些瘋子嗎 記說這傢伙生來就有 知覺上的障礙 只有殺戮和削凱 能讓他感受到滿足感 也只有這種神經病 能擔下惡人骨補足吧 難怪他 不怕人家 上塔 因為他沒有感覺 好啦 只剩下最後一個了 我拍到了 我一件 我一件 很難打到他 我們背後打他都打不到 都打不到 就清晨地址可以打到他 看一下我們的 哎唷 夢寐一直打得到 我才可以再繼續打 太扯了啦 這傷害都做壞了 可是顏魯都沒對到話 哦有了 腦妖怪 手撕吧 這怎麼可能 本桌怎麼可能給你們這些小貝給 當看顏丹丹丹周深無間氣勁護體 饒者一柄細劍雖遜如鬼魅 卻觸出轟臂 難以突破層層氣勁 反而給顏丹丹丹聯繫到轟臂的劍劍轉攻為首 者 顏丹丹丹延劈下來正開饒者膽架的細劍 瞄準一瞬間的破綻 殘道周深的無間氣勁併發 鋼刀再度揮出 尊主 嗯 妖女 你想去哪 呃呃 伯母與孟婆本鬥格旗鼓相關 此時見老者陷入危機 立即回生御舊 身後門戶大海孟主專門機會 鋼災研發 指的聽聽喳喳出聲 伯母一聲喘呼 摔倒在地 後被鋼災所中的位置 無故事要害大雪 與此同時 岩丹丹丹鋼刀揮過 無間氣勁佗魯刀飛出 將老者一燈砍飛了出去 淡看鮮血飛劍 老者右臂 已給斬了 其間斷去 我不知道這個 岩丹丹丹鋼刀飛出啊 是不是有參考 刀鎖啊 刀鎖這個招式 在那個 因為那個 大師有看那個 皮膚大戲 皮膚大戲以前有一個 角色是 叫金太極嘛 大家有看過我的實況 有看到那個 皮騎蛤串 金太極 他就是用 飛 那個 刀鎖去 有沒有 去控制刀 飛出去 然後飛回來 本座的皮鞋劍法 怎麼會 無敵 本座該是天下 無敵啊 老者顫抖出 吐出一次一句 窗口鮮血不止 最終語音見邪 騙過 閻羅王的一代劍魔 終究逃不過 閻幽明店的製裁 大哥 沒事 這無間氣勁不好控制 調戲一會就沒事了 無間低音 猛火不息 大哥這無間大法大成之後 聚氣生力 遠遠不絕 以氣護理 刀槍難入 然而是 功法在運功之時 卻會如同夜火焚盛 又耐不住這苦楚 蒸氣 失控防刺 現在搞地了 別問是大哥了 大哥 這功夫危險得緊 哪天都是你沒人控制住 沒事 你瞧 也只有這功夫 才有 打倒那老妖怪 這點折磨 眼膜還挺得住 這尊主 我的遺棄 要給這世界奪走了 我詛咒你 我詛咒你啊 伯母挺著滿身穿椅的身軀 竟 切盡全力的 照老者的屍體爬去 眼淡聲夢婆 人眼注視著他 只當他也因 失血過多 而在途中死去 幫主 在我們這邊解 幫主 你給那妖怪 打傷了嗎 攻防的副作用 挑襲一會就沒事 那妖怪終究是 底部找我們家幫主 想這死狀 唉 奇慘奇慘啊 大家來看看 嗯 內奇超有煩亂 幫主 這妖皇丹 先服下 嘿嘿嘿 翼王打盡 嘿嘿 全軍覆沒 天一層 劫手 全弱虎法 咱們可以暫時 鬆一口氣 鬆一口氣 太天真 魂判官 若可不會反過這個機會 唉唷 你看 這個才是下一關 好啦 那我們這集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頻道歡迎到頻道主要放的圖片按個訂閱歡迎到粉絲也按讚以中的消息 那記得把右下小鈴鐺給打開 以追蹤隨時消息 謝謝大家自助收聽了喔 謝謝拜拜